今天很開心可以跟Dr. Law聊天 Dr. Law 你好 說到我的淵源除了跟中大有關 其實我們在一宗大新聞上都有點困難 說起是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 我當時睡覺時被人叫醒 立即出發去幫忙採訪 而你也在這件事上幫忙救災和醫治病人 可否說一下你在什麼情況下臨毅壽命 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一個很大型的地震 當時因為2時30多分發生 很多想花上學時間 短時間之內就有很多受傷的年輕人和學童 他們就受到很嚴重的肢體創傷 短時間之內第一件事 譬如他太一天就要處理急症 救他生命 然後因為當時太多重症的傷源 他們就國內四川省就不可能一次過處理 有很大部分病人就轉介了去 轉了去其他省 其中一個省就是廣東省的廣州 廣州因為我們中文大學骨科部門 一直都跟國內很多聯繫 當時就收到一些問我們 可不可以上去幫忙支援一下 國內短時間之內有這麼多傷者 所以在5月26日 長紀明教授 當時我們的部門主任 就發起了一個項目 叫做責任起來 就開始每個星期 就用著周末的時間 就上去支援他們病人的術後方福 那就是我們整個活動的起點 面對災害我們有時 都會感覺到自己有一種無力感 其實你去四川去救災 去幫一些病人去復康 那有沒有一些很難忘的病人 或者一些事件 令你有很深刻的印象 開始其實很多受傷的小朋友 以及年輕人 因為國內很初頭的觀念 他沒有一隻腳 我們處理了大部分的折肢 他們其實打算自己 一路都是坐輪椅 其實開頭很難讓他們接受一個觀念 譬如裝假肢 以及真的可以裝假肢 走到甚至跟普通人一樣 但是藉著我們介入 因為我們有很多志願的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以及骨科醫生 就把觀念慢慢地改變到 而且開頭他們不太接受假肢 反而他們會接受坐輪椅 因為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傷殘的人 那觀念真的需要時間慢慢地打破 現在慢慢地 我覺得他們已經很接受這件事 甚至他們用假肢的情況 都是用得很好 甚至跟普通人一樣 這是我們覺得最大的感受 很多人會像你一樣 例如有些災難發生的時候 作為醫護人員 第一時間去到現場 他們可能做一個任務 可能是幾次 或者可能一段時間 例如一年才算 通常都是差不多這些時間 但你很不同 你是做了十幾年 這個任務 有些甚麼驅使到你可以做得這麼久 這個堅持是怎麼來的呢 那些傷元 折肢的病人都問 究竟你們會去到多久 那我都給不到答案給他們 但你說有甚麼驅使 我們一路繼續可以延續這個使命呢 就是我們真的見到 有些我們是由他們小學式 到他們現在大學 甚至有些在做事 我覺得就是他們功能的康復 和他們生命力的堅持 反而我們作為醫護人員 反而在他們身上都學到不少東西 目標是想幫人的心 可以延續下去 我相信也是 那我知道你除了說 自己親身都經常上去四川 做一些線後 或者看一些後續 看一些幫手之外 你也有帶到一些醫學院的學生 沒錯 一起上去 上去我猜你除了說 醫學上的交流之外 是不是都還有別的東西 你想讓他們學習到呢 那我也希望 學生真的多些機會 接觸多些真實的 有血有肉的病人的個案 我希望他的醫學知識 不單止在技術方面 就是醫療技術方面 其實我覺得 技術的發展 都是要放在人身上 其實整個醫學的發展 都是以人為本 最後因為今年 李榮獄中大醫學院的結出校有獎 有沒有什麼鼓勵說話 給一些年輕的醫生 他做醫生的時候 是不是除了技術之外 以人為本 就好像剛才所說 都很重要 我有聽過一句說話 就是 professional is what you can do passion is what you want to do 我最希望下一代的年輕人 新一進的醫生 就不要忘記他的passion 因為你整個professional 你將來畢業 入了專科之後 有很多新的技術要學 這就是professional 令到他可以做到一些 新的醫療方向 但是如果沒有passion 你就幫不到病人 所以中大一句 transforming your passion into profession 所以其實最重要 我希望將來的醫學生 或者醫生 不要忘記自己 為什麼入醫學院的錯心 因為將來工作都忙 還有很多挑戰 passion很容易消失 我最希望他們 保持passion 兩件都重要 professional passion 記住這兩個P 好 今天謝謝Dr.Lock 多謝 我們下一次 就給大家聽說 看 請訂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